海贼王,普罗米修斯不怀好意提出请求,宙斯危险了。 Big M-O-M虽然防御力很强,但被攻击也能被撼动。 所以,饥饿世代的攻击虽然没能破防Big M-O-M,但却将Big M-O-M向着海里打落。 宙斯,普罗米修斯和拿破仑都已经被分开,Big M-O-M本身又不会飞,Big M-O-M way。 堂堂四皇如果就这么退场,不仅拉低了Big M-O-M的位格,而且也太简单了。 所以,Big M-O-M自然不能就这么简单退出。 凯多攻击了索隆,让普罗米修斯得以及时救到Big M-O-M,拿破仑也顺利和Big M-O-M会合。 宙斯被骂。雷云宙斯是个贪吃鬼,对Big M-O-M也没有多大的忠诚。 宙斯曾经因为贪吃,被纳美拐走了。 然而,宙斯更怕死,所以当Big M-O-M出现,又被判了纳美。 但是,Big M-O-M应该更喜欢宙斯一点,因为他想大海坠落,嘴里喊的是宙斯。 宙如为期望越大,失望越大。Big M-O-M坠落,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宙斯救救他。 但是,宙斯没能及时救助Big M-O-M,所以被普罗米修斯救起的Big M-O-M,对宙斯就极其的不满。 大马宙斯是个废物。 其实,这真不怪宙斯,宙斯是真的没有办法。 普罗米修斯的请求。 Big M-O-M大马宙斯是废物,普罗米修斯一脸不怀好意的复刻。 还说宙斯笨手笨脚,反应迟钝,总是拖后腿。 接着,普罗米修斯对Big M-O-M说,他想提出一个请求。 虽然提请求时,普罗米修斯是吓着的,但很显然不是什么好请求。 结合普罗米修斯上一段贬低宙斯的行为可知,普罗米修斯很讨厌宙斯。 所以,普罗米修斯向Big M-O-M的请求,很可能是让Big M-O-M收回宙斯的魂之力。 没有了Big M-O-M灵魂的宙斯,就相当于是死了。 所以,宙斯可能威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